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人为性的偏多 而且中国以前的学生非常多的都愿意学商科 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 因为在中国很多学生是所谓叫艺考 就是希望通过艺术能够上大学 今天是中国的高考 祝中国考生都能顺利 但是就算在今年高考看到的数据 是34%的学生能上到大学 就是甭管什么985211 什么一本二本 什么双飞 只要能上到大学是34% 所以对一些学生家庭 他们可能有点艺术天赋 他可能就是会去学艺术 所以这造成了学艺术的人偏多 那么这些学生有时候就决定到美国来读 我们看到的数据是中国的学生 学艺术的人比印度学生要高四倍 所以这些学生如何的 你甭管学什么 最后都要求职和就业 那么你未来如何来办 这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么也会讲一下哪些适合中国学生的岗位选择 然后也讲一下2025年的秋招 这2025年的秋招是马上就到来了 不要再等待了 我是陈航 我是后人教育创始人 也是现在的NAFSA中国专委会主席 我可能过一两个月就不当这个主席了 当副主席 这个刚上一周去NAFSA去开这个会 这是美国或者世界最大的国际教育专业人士的组织 我也是后人许淳于工作室总监 Olivia徐老师是很有经验的 后人这个很有经验的求职就业的导师 那Olivia老师你那个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 大家好 这个今天呢也是兑现了我们之前在讲座中的承诺 就是说要出人文社科包括艺术向的求职的这些讲座 因为这个部分确实一直讲的没有按照专题来跟大家具象的去讲过 但其实我们来看所有的留学生的数据来说的话呢 有一半啊就是其实也是占比很大的这个学生呢 并不是学咱们像Engineer啊 理工科这些专业的 那确实是在文科这个方向上面呢 咱们的求职的很多的东西呢 关注的都比较少 所以今天也想把我们所这个服务学生中 这个感受到的很多的实际的一些东西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好 我们一直说呢这个求学加就业 这才叫成功才才是成功 你光拿了一个学位最后没有这个就业 这是不行的 我最近这个不是刚刚出差吗 然后这几天呢有几个这个咨询 有的是非常好的这个本科和这个这个硕士 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就业是成一定的问题 那么一问就是无一例外的 就是就是这个这个到现在就硕士要毕业了 这还没有过美国的实习的经验 那你这样你怎么能够这个好的就业呢 对吧 所以这个呢要早来准备你的就业 不管你在哪个学校 OK 那么呢后人是201年创建 我们呢做三个部分 我们做海外升学 海外支持和海外求职 这三个部分都同等的重要 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呢 我有一个排名进到一个什么排名多少的学校就完事了 不是 这才是刚开始 如果学生有开除劝退的情况 就你就记住一件事 就是赶紧搞找后人的学术应对中心 可以关注程昂说刘美 然后如果需要我咨询的话呢 可以来跟学术哥约 好的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艺术类文科类的专业的这个分类 这个徐老师呢 他就是一个这个打一开始 这就是文科生 是吧 我呢是一开始呢是理科生 但是呢现在呢也是做的文科的工作 这个世界是文科生来来掌管的啊 文科生来控制的不是理科生来控制的 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这个历任这些总统 除了卡特呢学过一点这个工程之外 剩下什么克林顿呢 什么这个奥巴马呀川普啊布什啊拜登啊 这都是文科生学商学法 这都是这都是文科生啊 所以这个这个世界是文科生来这个这个掌管的 所以呢文科生呢前景是很好的 好的那么呢这个徐老师呢来跟大家来讲 然后呢我呢会来补充好吧 好的好的对啊 那么像我们所有的一些数据呀 这个截图呀等等的很多都是啊 这个啊来自于官方渠道的一些资料啊 这个真实度也比较的高 那么啊人文社科跟艺术这个方向的话呢 它其实专业的分类非常非常的多 啊我们在就是整合整个信息 或者是来准备讲座的时候呢 也感觉到很困难啊 就是怎么样想说把这件事情能够啊 一次性跟大家来讲清楚 啊这个所以我们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侧重点 就比如说像啊这个文科里面 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专业的类别 那我们今天重点可能讲的 就是大家这个比较熟悉的像啊 广告呀传媒呀啊这个公共政策呀 然后包括艺术类呀 还有这个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啊 法律这个层面上 那其实呢在很多的这个分类里面呢 是有把像business啊就是像商业或者说金融这个这个分类呢 也是归在啊这个文科类的 但我们今天就不去做深入的这些啊这个研究了 因为啊之前其实我们是出过金融的这种专题的讲座的啊 因为它的里面的话呢门道也很多啊 然后它这个本身产业也相当的成熟啊 所以我们可以等之后呢啊这个找一天 咱们专门在法金融的这个领域呢再细分的去讲一讲 所以今天呢啊就不涉及这个部分呢 那么现在跟大家看到了这张图呢 就是我刚才啊一开始啊聊到的就是说 这个虽然就是大家好像听起来啊 这个大家聊的都是什么理科生的就业 对吧这个年薪多少的大厂的工作啊等等的 但实际上呢其实在留学的这个层面上呢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学生呢 是在啊人文社科和艺术类别里面的 比如说你看啊这个绿色的 这个深绿色的啊 它确实是数学和计算机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多人去学啊 那么其他的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蓝色的啊 这个啊这个这个深蓝色的engineer也很多啊 那么这个蓝色呢是business and management啊 就是这个商业还有管理这个类别的 它其实读的人也非常多 然后包括像底下这个嗯有点黑色啊 这个是social science 然后呢education是这个地方 嗯还有这个art啊这边啊 这个学艺术的啊 这个学人文的等等的 其实呢它这个占比呢 你要是综合把它加起来的话呢 这个人数啊还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柱状图应该还是挺长的啊 对那么大家其实主要比较关心的 就是说我在选这个专业之前呢 一个是当然是我的兴趣啊 你很多学生比如说他去学艺术 如果说他自己本身没有这个兴趣的话 其实可能家长或学生也很难往这个方去选啊 啊就可能会选一些这个稍微通实一点的这种专业啊 那么这就是兴趣啊 参考的第一个因素 那么其他的话呢可能就是得看说 哎那我这个工啊 我学的这个专业出来好不好找工作 我的这个薪资的水平大概是多少 我学习的时候能不能养活我自己 所以我们这边呢也大致做了一个分类 当然啊只是说一个大致 就是具体的细化呢肯定还是差别是 啊是有的 那么可以简单的来划分的话呢 就是说薪资在中上等啊 比较高的这边的话呢 是管理的这些学位 当然本身你要是去学管理的这个 你要去做到管理的这个 这个title啊 这个职位的话呢 你肯定薪资也是要到一定水平的 那就是心理和法律这边的话呢 起行会比较高 那么再往下的话呢 可能中间啊差不多五六万这样子啊 像艺术设计啊媒体啊广告啊 政策啊教育啊啊 社会科学啊等等的 差不多是能够在这个范畴之内的 那么如果在第一点的话呢 就是有像社会服务啊行政啊 或者是像销售 那么我们这边统计之底薪啊 那一般销售它都是会有 这个提升在它的这个薪水的 这个构架里面的 所以差不多呢 大家可以大概的去理解 是这样一个分布 当然呢 所有的这个文科或者是艺术类学生呢 它都普遍会有一个起薪啊 不高 但是比较吃经验的 这样一个现象 啊 这个我们昨天还在查 啊 这个图屋工程的 这个一些信息啊 就发现其实美国这边呢 有很多的这些行业 或者是专业的 它对学历的要求 并不是它首要去考虑的 它其实首要考虑的 都是经验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可能会贯穿整个 讲座给大家贯述的一个观点 就是文科生和艺术生 他的这种实际的经验 就是行业的经验 反而是会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在几年之前 就是在还 大家还没有说 整个的科技行业 遇到这么大的菜园 或者是瓶颈的时候呢 我们确实是给 完全没有过实习经历的 学这个SES的学生呢 直接找到过全职的工作 在几年前啊 我说的不是现在 那么几年前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同样是几年前 如果说是文科的学生 你想要没有任何的经验啊 去找到一份全职的工作 这个还是有难度的啊 那么就是说 咱们文科的学生的话呢 一定是要重视的啊 就是说你的这个 行业的一个积累 我们也在这个 咨询的过程中啊 经常就会听到 学生和家长 是不太清楚这个点 就是我不知道 我现在学的这个啊 这个比如说人文 或者说这个艺术类的专业 我出来之后 我能找什么样的工作 就这个中间的这个断层 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你说他啊 没有去积累行业经验 啊 这个问题啊 可能在哪里 就是说这个第一步 其实有点难踏出去啊 包括我们所有啊 进入快车道找工作的 这些啊 文科和艺术类的同学 都是啊 差不多给我们一样的感受 就是刚进来的时候呢 非常的啊 这个这个天真啊 或者说这个单纯 就是不知道说 我这个学出来的东西 我到底能在市场中 去做什么啊 是怎么样能够去 为公司带来这个盈利啊 帮公司去啊 挣钱啊什么的 就我学这个东西 它到底有什么用 就是说这个 是大部分啊 普遍的啊 文科类和艺术类的学生 在找工作的这个初期 都会遇到的一个瓶颈 啊 就不像可能说啊 Engineer这边 或者CS这边的同学呢 他的这个认知 还是相对来说很清楚的 就比如说我学CS 那就算咱完全不了解CS 这个专业啊 你肯定也是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理解 就是我CS学出来之后 我可以去 什么写代码 对吧 当马龙 去写前端 后端 就这些词呢 已经非常的耳术能详了 就是只要 稍微关注过一些的 同学和家长 他就都 把这个线呢 还是搭得比较清晰的 但文科这边呢 显然啊 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在 辅导的过程中 会发现这个是 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大家不知道 我许出来之后 到底要做什么 好 程老师 我可以翻下一言 嗯 然后我们也是 这个会讲的 这个期间呢 会来回答 大家们 这个发的这个问题啊 所以这个可以 咱们在这个 平台上都可以 进行留言了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好 那么我们下面的话呢 就是来 这个解答一下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你的专业和职业之间的 他到底怎么去衔接啊 就是他的这个就业前景 那我们这边 会给到的这个一些 专业的分类的话呢 都是咱们可能 就是已经 这个有很多学生去学 或者是我们确实 也接触过这样的学生 他们有实际这些困难 我们就把这些都 拿在这个PPT上来 具体讲一下 好 那有很多学生呢 他本身这个专业里面呢 就是学公共关系 或者是广告 这一类别的啊 就这一个大类啊 大家可以自行去代入 那么他的这个求职的方向 会有哪一些啊 首先就是我们在做 每一个行业 之前的话呢 你肯定都是要对 比如说行业的一些 龙头的一些企业 你得有一些了解 那么像四大集团 那他旗下呢 就有很多的 公关公司 或者是广告公司呢 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的 对标的 就是我学了这个专业 毕业之后 我可以对标去 这个申请的这些公司 那么当然公司里面 他还会 还是会有具体的职位啊 那么纵向再细分一下呢 就是我在这个 不同的行业里面 再去细分呢 我可以去找的行业 比如说你去做 财经呀 科技呀 健康呀 这些都是近几年 非常火的一些行业 那么你在这些行业里面 去找公共关系 或者是广告相关的 这些这个工作的话呢 也是比较有前景 那么再一个就是企业内部 你看企业内部呢 我们有什么这个岗位啊 比如说呢 这个这个投行 或者是投资者关系 或者是企业的公关部 或者是社区关系 这样的 都是有这个职位的 然后再就是整合营销 对吧 你任何企业 你都需要整合营销 你像营销啊 销售啊 品牌啊 这个或者是广告设计啊 对吧 广告执行啊 这些等等的 那么我们在后面介绍的 所有其他的专业呢 其实大家都会发现会有一定的重叠 啊 会有一定的重叠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是公共关系 这个学科或者是这个大类 咱们说到了广告行业啊 那么你在之后 比如说到了这个 这个艺术项的 比如说设计这个层面上 肯定还是我们也会说介绍到 有这个广告的行业 所以呢 他整个的这个 就是体系里面的重叠的部分 还是比较多的啊 比较多 OK 再就是还有一些这个 在美国的一些中资啊 有一些中资的这些企业啊 公司啊 都是有这样的就业机会的 好 那么还有很大一部分同学呢 他是在学传媒 还有新闻的这个类别里面 那么传媒和新闻的话呢 咱们有传统一点的行业 也有比较这个 更现代一点的行业啊 那就是传统的话呢 它就是纸媒啊 或者是电视这样的平台 然后如果是更靠近 现代一点的话 你肯定就是社交平台 对吧 流媒体这样的平台 或者是互联网 新媒体这样的 那通常都是你耳熟能详的 一些使用的这些APP 比如说苹果呀 零呀 这个这个Netflix呀 对吧 就是这些平台呢 都会需要咱们这个 学传媒学新闻的一些学生 那如果呢 你本身就是在传统的 这些纸媒 或者是电视这个领域的话呢 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有一定难度 所以这个有些同学 他去找一些 比如说有亚洲背景的 这种纸媒呀 或者是电视呢 这个媒介呢 可能还会 就是说机会会大一点 但是如果说是 美国本土的话呢 你其实需要克服的 这个东西就比较多了 这个其实有点难度的 OK 然后再就是一些专业媒体 那专业媒体呢 就是他的这个 专业知识的这个针对性 我会想起来说更强一点 比如说我就是医疗 行业里面这个 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些杂志 或者金融里面 非常厉害这些杂志 那就是首先 你除了你本身的这个传媒 还有新闻的这些 专业知识之外呢 你还得有这个 这个 就是你的专业知识 就是这个 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 就比如说是财经的知识呢 还是 咱们的这个 医疗的知识 就这些方面都 也都是得具备的 好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咱们就落在这个政治 还有政策啊 或者是公共管理 这个方向的 这个专业 也有很大的 有一部分的这个学生会选啊 那么最近呢 也有很多的学生会选 就比如说我也是学政策了 但是我会呢 把政策跟 分析啊 就稍微可能有一些 这个理科的啊 这些学科呢 稍微结合在一起 也是为了之后呢 就业去更好找工作 然后包括他可能会拿到 不同于大部分文科生 一年的这个OPT的这种 这个政策 因为他可能会有三年的 这个OPT啊 所以就很多学生呢 也会逐渐的去往这个方向 就包括可能像 比如说传媒啊 或者说市场 有些学生呢 他也会这样去结合 他就会去选项市场分析 这样的一些专业 那么同样啊 很多的市场分析 他也是三年的 这个OPT 那很多的这个政策分析呢 也是三年的OPT 这个就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很多的这个文科生 在毕业一年之内 就必须要找到工作 并且抽签成功上岸的 这个难点啊 所以大家呢 可以在考虑 这个方向的时候呢 也都看一看 就是很多的学校 他其实也都有开设 这样的这个专业 就是结合的专业 结合一些engineer 结合一些工程类的 一些学科 那么去这个延长 他的这个整个OPT的 这个时间啊 好OK 我们再回到这个 政治政策这边 那政治政策这边呢 他可以就业的几个方向 就比如说像智库啊 有很多的智库啊 这个都需要咱们这个 政治还有政策专业的学生啊 然后再就是啊 像国际组织 爱联合国 爱世界银行等等的 还有政府组织啊 还有媒体 还有这个啊 一些这个政治风险 还有金融的一些机构啊 或者是一些各大高校里面 都是需要咱们啊 这个政治啊 还有政策相关学科的一些同学的 好 那么进去之后啊 就是比如说 可能我们只是讲了个大类啊 比如说我进去之后 比如说是媒体 对吧 那媒体之后进去 我可能是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 比如说传统的一些新闻报道啊 或者是自媒体啊 它肯定都是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公关啊 其实公关的这个部门的话呢 也有很多学生 他就是也是学政策的啊 也是学这些政治的 所以他就是会有一些融合在里面 我们就只是给大家举一个 大概的一个范围啊 就是你可以想象到的一些 这个大致的方向是哪些 那么具体的可能还要看 具体的参考说 你学的这个政策 到底是什么政策 对吧 什么类型的政治 有学这个国际关系的 有学公共关系的 就他会分的 就是相对来说会更细一点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也想在这边强调一下 就是有很多学生呢 他在学这些文科大类的时候 因为大家就是听啊 就听比如说 我说公共关系 我说政策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宏观 非常非常大 那么其实大呢 有时候 就是也得看时代啊 就是有些时代呢 他是比较利于去找工作的 那可能在某些时代 他就不太利于去找工作 那么经济环境好的时候 你学大类啊 大家会觉得 你是一个全才啊 你好什么方面都懂一点 那么可能在经济情况 不太好的时候呢 你反而是要需要更多专业一点的 就比较专项一些的技能 就比如说现在学政策的学生呢 其实你上学的期间呢 就学校都会 就是给你一些比较再细一点的分支 对吧 你到底是哪一个范畴之内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如果是国际形式的话 它可能会划分国际不同的区域 如果是可能更偏向 local一点的 就比如说你当地的这些 就是你的community 你的这些社区的这些政策的话呢 它也会有一些划分啊 比如说你是在社区的这个政策里面 你是去主要管的是 这个财务 不是财务 叫什么 一些这个救助性的一些项目呢 还是说你是要管 比如说这个孤儿的项目呢 还是说你要是管这些 这个非盈利的这些机构呢 等等的 就是它会有一些更细的一些划分 就是在学校去给你教授这些课程的时候 所以呢 其实你就是如果说早期啊 咱们能够确定好 我就是想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偏 包括我前两天 还这个咨询那个学生 那他的这个细分的这个里面呢 就是有包括两个 一个就是说我当地的啊 这些local的一些community 就是一些社区的一些 这个政策的研究 外加就是它还有一个 稍微宏观一点的 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就是资源 就是这个 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我一下卡住了 就是这个 对可再生资源 可再生资源的这个政策的一个研究 所以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 就说如果这个 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好 我们毕业之后的这个就业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方向的话 其实你在两个天差地别的这种细分里面呢 就是也很难选出来啊 所以这个就是想额外提例一点 就是别看啊 咱们现在讲的这么大 但其实真的到了你学校里面进去啊 学校能给你提供的很多的这个细分的分支呢 这个也是有研究的 那有些学校它可能提供的细分的分支 就很合你的意啊 你去把它作为一个你的这个研究生的一个一个选项啊 选项啊 这个就很正确 那可能有些学校呢 它确实提供的就是很泛泛啊 比如说你本科你就是学的很泛泛 然后你研究是你又学了一个很泛泛的一个东西 那出来就也可能你自己都还是不清楚 你到底啊 要往哪个方向发展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了很多 我也跟你说了 有有传媒有新闻 它也有这个专项的比如说有财经的传媒 对吧 有医疗的传媒 就如果你在学传媒 比如说你本科到研究生 整个这些学就是学习的这个期间啊 你都还是不了解 还是不能确定 我到底要哪一个比较专的这个方向去走的话 那毕业之后还是其实难度会比较大啊 好 我来我来补充一下 这个文科专业呢 其实呢 它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两个特点 就这个行当呢 它需要的人很多 比如说呢 在这里边 比如公共关系 广告 传媒 市场 这个 这个 社工 教育 这些都是文科专业 那么其实这些领域 它是需要很多的人的 虽然他们可能工资呢 不如这个搞金融的呀 搞这个计算机的挣的多 但是呢 它的这个工作是很多的 所以呢 现在很多的家长问说 哎呀 哪些专业呢 是不怕这个受到这个AI的这个取代的 对吧 那么呢 呃 你在很多这些文科专业呢 它就是你是不怕这个AI取代的 呃 这个反正呢 你说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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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科的 这个 这个呃 比如说呢 我有学生是搞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嗯 金融分析 那现在就是面临他以前的金融分析呢 这个一些东西是AI做不了的 现在做得了 那做得了的话呢 他或者这个部门就不招人了 或者部门就捡人 他就面临到这样的情况 就他以前做的这个事 现在 计算机可以帮他做了 对吧 因为他好多就做那种就是什么股票交易啊 什么 以前这些东西我要用人来算手算 现在我计算计算就可以 但是你说你做这个市场 那市场都是变化 市场是在跟跟人来打交道 对吧 那么这里边呢 他就是需要这个人 所以呢 这个门科这些专业呢 他其实呢 这个就业呢 还是需要的人很多 还是很不错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很多的 现在我们发现呢 很多的学生 他初步的这个实习 门科生反而找到这个offer 这个可能性可能更大 我觉得呢 这个就是不又说呢 这个说 哎呀 看着别人学转计算机转码 别人转理工 我就一定要转理工 不一定 好吧 这一页PVT上呢 就是大致啊 把我们艺术类的 当然肯定还有很多 我们没有盖会上来的啊 如果大家后台有这个需求的话呢 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尽量都在之后的讲座中呢 能够去带到啊 那今天这个讲座 咱们主要在艺术里面的话呢 是分三个类别来讲啊 一个就是艺术设计类 再一个就是音乐类 还有这个啊 戏剧影视类的啊 这个我们分别都辅导过啊 这个很多 在这三个类别里面啊 音乐类的相对少一点啊 但是艺术设计类是最多的啊 然后戏剧影视类呢 我们也接触了不少的学生啊 其实之前都还有点惊讶 就是说在这个戏剧的 这个影视的这个类别里面 咱们的这个国际留学生的数量 还是挺还是挺庞大的 OK 我一个一个来说 那最多人学的 咱们的艺术设计类呢 学出来之后可以去啊 从事的一些行业啊 可以去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啊 首先就是这个 咱们有很多的这种设计工作室 还有创意机构啊 可以去里面直接去担任 这种设计师啊 还有呢 就是广告公司 这个在上一眼呢 其实也提到很多啊 就广告公司里面呢 因为广告公司呢 是一个非常啊 就是非常好积累 咱们的这个经验的 这样一个平台 因为它整个部门里面 它接触的客户也非常多 然后它设计的层面 也非常的多 所以广告公司呢 是我们建议学生啊 在职业初期 就是你可能 想要去积累 比如说自己的作品集 想要去积累自己的这些 就是行业经验的时候 广告公司 你去选它 总是不会错了 因为你在里面 学到东西非常非常多 那么咱们学艺术的呢 你进去之后呢 你肯定就是你平面设计啊 还有数字营销这个部分呢 就是你这个 比较对口的一些这个职业啊 然后再就是 咱们的这个 时尚品牌 还有这种零售的公司啊 像时尚品牌 你能想到的 所有这些大牌 有奢侈品牌这些 咱们都可以在里面 找到相对应的这种职位 还有这种零售公司 就是或者是快销品牌 都是有的 那再就是呢 这个影视公司 娱乐公司 里面有这个美术指导呀 或者是动画设计呀 这些呢 也都是需要 咱们艺术设计类的学生啊 还有游戏公司 科技公司 这个它的设计呢 也是比较类似的 就是你的这种角色设计啊 那当然如果是UI UX的话呢 确实本身就有UI UX的 这个专业的学生啊 他们会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我也见过非常多 你比如说你本科 你是学艺术的啊 然后到了这个研究生的阶段呢 咱们可能就会 也是结合一些技术类的啊 往这个UI UX方向去走啊 等等的 或者是他可能甚至是 往更技术一点的 他去了这个 就是这个CS这边前端啊 他也可以去学习 就得看你可能在学本科的阶段呢 你探索出了什么样的 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兴趣 因为你所有的学科 你在本科阶段呢 其实他都不会说分得特别细 或者他只是给你一个 一个感受 就是他是由大到小 这样的一个学术的 一个进阶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呢 一般像大一大二啊 大家都了解到的 咱们是通识课程会比较多啊 大课比较多 专业的课程呢 也没有那么多给你选择的 你可能确实得到了高年级 你才去接触到专业性的课程 所以它是一个由宽到窄的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有很多的学生呢 你在本科 比如说 我本科学音乐了 我可能到了研究生的阶段 我就学音乐管理了 本科我就是单纯的学的是 这个设计 我可能到了研究生呢 我就去学UIX设计了 所以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去探索更多的 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就是UIX设计 是怎么样关联起来的啊 再就是说建筑 还有室内设计 也是本科阶段 它其实就有这样的 这个单独的这种专业了 你也有一些学生呢 它是到了 比如说研究生的阶段 去往这个室内设计这边去偏 是有的 然后再就是出版和媒体 比如说你的这个数字媒体 这些设计 这边有个作别字 然后还有艺术管理 比如说你可能之后去画廊啊 博物馆啊 这个就比较偏向艺术向了 就是说艺术设计里面呢 还是有一些划分 就是有一些人总纯艺术 有一些人总纯设计 这个都是都是可行的啊 最后在这个职业的出路上面 OK 那么我们再往这个音乐类的看一下啊 音乐类的话呢 这个现在举的例子比较泛泛 当然如果你是音乐里面 特定的乐器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就不在我们 特就是这个讨论范围之内了 因为那个路数就已经比较窄了 就是你如果是什么乐器的话 那可能我们出来就是 就是这个乐器相关的之类的工作啊 我们泛泛的现在来说 是统设那种音乐类啊 你之后出来的话呢 首先你可以去做这个音乐 这个唱片公司 还有制作公司 里面的这些音乐制作呀 音乐发行啊 音乐推广啊 这些咱们都可以去申请 然后再就是有很多的版权公司 还有数字音乐 还有技术公司 这些呢 也都可以去 这个申请职位 还有就是影视 游戏广告媒体 这里面它都有设计到的 就是音乐的编辑啊 设计啊 还有配乐的这个设计等等啊 还有就是咱们学校 还有教育机构里面啊 都可以去认知 像教师这一类的啊 或者是音乐的啊 各种层面的辅导吧啊 还有就是乐器 制造销售啊 再就是演出 活动公司 那么演出 活动公司的话呢 它这个需求量 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 而且对专业支持的要求 会相对来说会低一点啊 就是没有那么的强啊 当然就说 如果咱们是专科一点的 我比如说 我就是要到某一个乐器的 比如老师对吧 或者是这个乐器的 这种制造销售啊等等 你的这个专业性的要求 就会就会更高啊 那当然如果是这个音乐制作呀 或者是版权公司呢 它的要求确实也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它还是会看 你是不是整个 是在音乐类的这种 专业的这种系统里面的 你要说有没有其他专业 去做这些工作 肯定也是有的 比如说肯定像这种 Marketing的学生啊 市场的学生啊 或者说 这个 这个营销的学生啊 他也有可能去做 但是你音乐类的学生呢 就还是那句话 你本身你的专业知识 是能够去跟他们去抗衡的啊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辅导过的 学生里面 就基本上他们在找工作的 这个维度里面啊 就是落在这几个 这几个方向上面的啊 就是市面上的工作 差不多也都是 也都是这几个方向 好 然后最后一个类别 咱们看一下戏剧影视类啊 戏剧影视类的话呢 有几个方向啊 这个肯定 首先就是电影电视制作 还有或者是电视广播啊 里面你可以去有导演 这样的角色 或者是编剧啊 或者节目制作 这些角色 然后再就是一些 流媒体平台 或者是网络平台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呢 范围会更广一点啊 就是说他不像 比如说电影电视制作 或者是电视广播 他肯定是得做大做强 对吧 就是他能被选的 这个几个 几个 这个 就是做的好的 他可能就这么多 但是流媒体他就不要了 就是你这个流媒体 有大公司 有小公司 对吧 网络媒体就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你的这个 找工作的这个平台呢 相对来说也会更广一点啊 比如说咱们进去可以做 创意啊 剪辑 对吧 还有这种管理 这种数字媒体 再就是广告 动画 特效 游戏公司 这个里面都是可以去 都是编剧啊 这个导演啊 这些 这个类别 还有就是 戏剧或者剧院 这个就比较专科了 就主要是看你学的是 戏剧影视作品类的 比如说你是在幕后的呢 还是在台前的 对吧 那台前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戏剧剧院 之类是比较适合的 还有就是 后期的这种制作发行公司 影视后期制作发行公司 也都是需要咱们 这类专业学生的 还有就是一些文化机构 那这个文化机构 我当会比较多了 甚至有一些 就是说NGO啊 NPO啊 这种非林理组织 非政府组织里面 咱们也都是可以去 找到工作的 所以类别也是比较广 那艺术类的话呢 我们暂时就是先讲 这三个类别啊 如果有其他的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在 日后的讲座中 再去扩展 我来补充一句啊 刚才呢 这个学长讲了 戏剧影视类 那么呢 这个领域呢 其实呢 他需要很多的人 你看那个 一看电影 对吧 他那个什么什么 这些参与的人呀 什么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呢 我想告诉你呢 就是说 作为国际学生呢 在这个领域呢 要是办工作签证 和办这个绿卡呢 相对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他好多时候呢 这些团队呢 都是临时组建的 就是适合什么呢 就是你是 比如是一个独立的 这么一个艺术家 你一会儿去参与 这个电影的团队 一会儿参与那个电影团队 有了一定经验以后 但是你如果是 想要一个公司呢 给你来办这个身份的话呢 还是比较难的 这个就业呢 就是 所以就产生一个情况 就是他找 实习 会相对容易 就让你能够有机会来 来展示 但是呢 他后边呢 可能呢 这个办身份呢 可能会稍微会难一些 好吧 所以跟着您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说身份的这个问题啊 我会建议所有学艺术类的学生和家长了 咱们都去了解一个签证 叫做O1签证 当然因为这个已经 就是超过我们的业务范畴了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儿多介绍 但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这个签证啊 这是可能日后去解决你很大 身份或者是 这个相关问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路径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去了解 O1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这种艺术家的这种签证 它呢是可以跟项目的 所以这个 那你这要找移民律师了 好 下面 但是确实是比较惊讶的 就是有很多学艺术的学生 他是完全不了解这个签证类别的 所以就是咱们去学一个东西 咱们去深挖一个东西 一定要把它周边的这些所有的 有利于这个专业发展的 对吧 有利于这些平台 这些资源 这些 包括签证的种类 对吧 就有利于你 咱们都得提前去了解起来 不要到最后一刻 有很多学生说 我就身份卡在这了 我没有办法了 我才考虑说 我去搜一搜 有没有我这个专门的类别 这个就为时已晚了 所以一定要提前先去了解起来 而且呢 他就是会对 你比如说咱们学艺术的 这些学生呢 你的这个背景的要求 还是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就是要求的 对 就是你可能就是 你不能仅仅是一个 刚毕业的一个 一个学生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经验 你可能还办不下来 那么它是需要你 还是得有点厉害吧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一再反复强调 你学艺术类的 你学人文社课 你早点去积累自己的经验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 人设了 你得早点立起来 要不然后面就确实是比较难 因为你不像你技术 你学Engineer的这些学生 你学这些理工课的学生 人家是技术傍深的 人家这个就是 就是光景好的时候 我给你拿技术出来嘛 就是我能不能写这个代码 我能不能干什么 我直接给你秀就出来了 但是艺术类呢 你很难就是说 在短期之内 就是说把这个技能 去完全地展现在对方面前 你展现的是什么 作品级 但是作品级怎么去积累呢 肯定是靠年岁去积累的 你每一年都有东西去网上 去加 网上去写 你人文社科也是一样的 你怎么样去感动别人 简历呀 那简历也是 你一年就能写出来吗 写不出来呀 你都是得靠每一年 这样去积累 你每一个夏天 这样去做事情 你才能够把这些东西 积累起来的 所以就是一定要注意 自己的这个经验的积累 好我们下一页PPT呢 来看一下这个 社会教育心理法律 这几个方向 这个我刚刚有看到 有一个家人在问 这个社会学读到博士 怎么样 对那社会学呢 其实读到这个本科 其实就业确实还是有点难度 但基本上你读到这个研究生 出来几个方向 比如说咱们就是政府部门 或者是非政府部门 或者是非盈利组织 这种职员 可以去找 再就是一些这个事业单位 比如说你的这个人力 行政 甚至是销售 这些岛 都是也可以找的 还有就是咨询公司 那当然如果是咨询公司的话 通常都会需要 你有一点这种数据分析的背景 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就说有很多学这个政策的吧 对吧 他学政策之后 他这个为了他的这个OPT 时间更长 所以他会去选这种政策分析 这样的专业 然后他这样专业细分里面的话 他可能学校会提供一些更多的细分的 这种这个分支 就比如说 我是这个能源呢 还是环境呢 等等的 可以再去细分一点 那如果你本身本科可能就有一些能源 或者环境的这些专业知识去打底的话呢 你这个之后啊 你去进这种咨询公司的概率就非常大了 因为咨询公司的话呢 他其实基本上就是你有一个 这个就是特殊的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 加上你的这个咨询的这个能力 加上一些政策相关的一些东西 加上数据分歧的这些一些背景 综合起来 那就是咨询公司 就是比较适合你的 好 再就是文化的传播公司 媒体公司 互联网啊 还有这种市场电话公司都可以啊 比如说像用户研究 这个或者是产品经理等等的啊 这个社会学里有去做 当然产品经理的话呢 如果咱们是比较这个技术性的话呢 可能也稍微会有点困难啊 因为像所有这些 这个技术项目的话 他本身就已经开设 像产品经理这样的这种专业了啊 所以会比较难竞争一点 但如果是咱们比较偏文科一点 因为像这边我举的例子 都比如说是文化传播啊 或者是这种互联网啊 或者是媒体公司啊 那产品经理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教育学啊 刚才已经有些问题 涉及到这种教育学啊 那么就像我们提到教育学呢 肯定你首先就是专业的 这种教育学校啊 机构啊 咱们可以去当教师啊 或者是管理啊 或者是行政啊方面的 但注意只要是跟学生 有直接接触的 所有的这个 职业 它基本上都是要持证上岗的 都一定是要考证的 这个对教师呢 也是要考证啊 还有就是 比如说教育 教育咨询啊 或者是留学机构 就比如说咱们 可能因为身份的限制 没有办法考证的这个 这个前提下的话呢 就是咨询啊 还有就是公司的 企业里面的行政管理这些啊 也有很多学教育的学生 好 那么心理学这边呢 这个范范来说 其实你就是两个方向 我到底要不要去做临床 我不要做临床的话 我肯定就是进大公司企业 比如说市场研究 人力资源 那我要是做临床 我就真的是要 一对一要去见病人的 这种情况下呢 那咱们可能就说 可以去当这种咨询顾问啊 咨询师啊 心理咨询专家啊 等等的 要求就非常非常高了啊 要去参考自己身份的问题 好 法律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要考证啊 所以这个也是可能会有部分是有这个身份的问题啊 而且他一般律师的话呢 他对就所有 其实你所有考证的啊 他对你的这个地域的限制会比较严格一点 就你不能跨州去天南汉北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 所以就说如果咱们是去当律师的话 你肯定就是考证啊 然后是公司内部的话就是法务部啊 或者还有一些什么投行啊 或者基金公司啊 他也是需要学法律的人啊 再就是政府部门啊 所以这边的话呢 相对来说也是啊 怎么说路径不是很广 其实是就是很转很转了 OK 关于这考证的 我想我想说一下 就是美国呢 有的这个行当呢 是要持证上岗的 这个你像有的教师需要证 心理需要证 就跟人接触的 我们这次其实上次回国呢 我跟Dr. Chu 其实准备了一个这个健康领域的 就是强证书的这样的行当 但是呢 当时可能大家都关注的是就业 所以没有怎么讲 其实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 这个有的专业 你有了证 基本上就能保证你有一个就业 但是可能这个证 他就需要有证的这个规划 所以呢 在这里边呢 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情况 就是我到了就业的时候 他想到 他知道有这么个证 他知道有这个东西 那这样就晚了 所以呢 还是要好好地这个了解这个行当 规划一下 这个我看很多的同学呢 是希望想留在美国就业 那么呢 你如果选定一个职业 然后呢 这个有这么样一个证 其实呢 这是很好的 好吧 好 这边我补充说一下 像心理这边啊 如果咱们是想往临床 比如说我真的想当心理咨询师 这个方向呢 还可以考虑另外一个专业 就是这个社会工作 去当这个社工 Social Worker 然后这边的话呢 咱们如果考证了之后呢 这个再经过 比如说多少个Hours的这种实践 这个考核 然后考了证 那你就可以在当地呢 去做这个 跟病人接触这种直接的咨询了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就是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备选吧 因为确实有很多 你这个心理学 你想往临床这个方向走的话 它时间花费非常长 然后也有身份的限制 然后也这个 这个就是 就感觉上有点 这个收益上 不是很那个什么 如果你往这个Social Worker 这个方向走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它读书的这个时间 也相对来说会短一点 然后这个 这个之后去找工作的话呢 它的这个应用的范围 也会更广 比如说 美国这边基本上 你各行各业吧 都需要社工去入住的 就是你医院也需要 这个学校也需要 政府机构当然需要 就很多各行各业 所以你那个 能去的这个机构 相对来说会更广泛一点 但是心理的话 比如说咱们就是做到 心理咨询的话呢 其实选择的范围就是这么多 当然学校你确实也可以进 对 所以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 这个需求吧 去规划看一看 因为其实你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呢 可能咱们不到这个领域之内 咱不清楚啊 原来我还可以去学另外一个专业 然后也同样走上咨询这个道路啊 好 好 这个岗位匹配与范围啊 这个首先我把学校资源排在第一个啊 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强调了这一点 就是有很多留学生呢 在进入学校之后呢 当然我学术上要经过很多的 试影啊 比如他要学 他要学习怎么去选课 怎么样去上课 怎么样不挂课 怎么样拿到好成绩 但是学校真的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资源 是很多咱们学人文社科 和艺术类的学生会被忽略掉的 就是你的教授资源 还有你学校这个career center 给你们发的这些内部的资料 这个很重要 我们之前辅导过 哪一个学校我就不说了 但他学校内部的资料呢 是市面上看不到的 就是学校提供出来的 这些实习的机会 我们在市面上 是搜不到这个机会的 所以一定要 当然是艺术项 我可以先说是艺术项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 学校的资源 是要利用起来的 有很多学生四年毕业了 两年研究生毕业了 连自己career center的门 在哪他都不知道 门在哪他都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去 这个了解你们career center 能给你们匹配的这些资源啊 像很多 就为什么说棕牌高 这个东西它是 有优势的点就在于 你很多学校 它这个棕牌呢 是它在这个当地 很多的企业里面 名声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吧 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些 这个招聘的这些信息啊 或者是这个资讯啊 它都是直接对口给学校的 它甚至都不会po在 公开的求职的 这个平台上面的 而且很多 比如说像艺术 艺术项的这种专业呢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这个针对性很强 所以它 很多的机构呢 它也不愿意po在 比如说像 像林 这个或者是这个 Indie的这样的平台 因为这些平台 你所有人都能搜到 对吗 然后它就为了 让自己的这个 匹配是更精准的 那我就直接去找 对口的学校就够了 因为我本身就是 很小众 我不是那种大众的专业 我就不需要 在大众平台上去po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今天强调的 所有人文社科和学校的 和艺术类的学校资源 一定一定要重视 OK 好 再就是说 那咱们就说 学校资源 你总有利用完的时候 或者总有 确实我就 即便是我基于学校资源 我也找 对这个学校资源 还有刚才提一下 就是包括像刚才问的 这个心理学的 或者是其他 已经学校提供了 说我就是要求你 多少个多少个hours 然后我给你个list 就所有这种 不管是任何专业 只要有这种 十七小时要求的 这些专业 他给你这个list 不是确保百分百 你能够有这个 有这个工作去匹配的 我当时上学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要求 我有同学也找不到工作 你就是直接 从学校给你的list上 你也有可能是找不到的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所以 如果你感觉到自己 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你可以带着这个list来找我们 我们的快车道 就是帮助你在这个list里面 去找到这个匹配的工作的 实习的这个机会的 OK 好 然后再说第二个 公开求职市场上的 这个职位匹配 就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 比如说我学生 我是学社会学的 说实话 他可能前两年 根本就知道 自己学了社会学之后 出来能在市面上 去找什么样的工作 能进什么样的公司 能创造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他绝对是 很懵的 所以我们就说 在所有的这些专业里面 学生 你还是要尽早去了解 这个行业内 他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人 对吧 我这个专业出来之后 我可能会 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 得去了解 这些行业的应用 层面上这些东西 要不然呢 你的这个专业 可能会 就是学的 就是非常的 树神奇 就非常的 就掉树袋子 对吧 你就是结合不到 行业的这个场景中去 还有就是说 起步 确实文科类的起步呢 可能不高 可能不高 你可能前几次的实习 都是甚至是无信的实习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甚至到的研究生阶段 你可能都是无信的实习 很正常 但是呢 它确实是一个 你积累经验和作品 其实一个 非常非常关键的 一个渠道 像 当时我们学 这个社会工作的 很多学生 就是你研究生两年 他的工作 全部都是无信的 都是在给人 免费发光发热 但是他这个研究生 毕业之后呢 还是能够找到工作的 肯定是带新的工作 所以就是 你的这个积累 经验和作品级的 这个过程呢 就是跟你上课 学的所有课程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 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 它没有马跳级 没有人会去雇 没有作品级的 学艺术学生 也没有公司会去雇 没有经验的 这些文科类的学生 没有啊 所以就一定要去积累 不要起步 就是一下我 就是一定要去进 头目的公司 我一定要去进迪士尼 我要去做顶端的设计 不可能 不可能 就是咱们这个目光 还有这个规划 一定要落在实处 还有就是广泛一点 你的目标广泛一点 就是我们接触到很多呢 就是学生 他可能在初期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技能呢 洒得很广嘛 就比如说你二D三D 你都会 但是他呢 确实可能未来的时候呢 就是想往三D 这个方向去走 不过在你职业发展的初期 就像我说的 你很难一下 你就精准的踩到 你未来那个职业发展的 那个点上面 就你还是得有一些 其他的铺垫 比如说 我之后可能续学 艺术管理了 我要去管理画廊啊 我要去管理这个博物馆啊 但你前期呢 你所有跟这些管理相关的知识 你还是得有的 对吧 你还是得对作品 有一定的建设能力 对吧 你这个还是得有 管理的这些 这个学分 对吧 你得修出来 你得有相关的知识 有business相关的知识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我现在往三D的 这个方向去走 我二D所做的这些东西 或者说我实习的经验 它就是作废了 不是作废了 它其实都在这个 围绕着这个 去积累你的这些作品集 还有积累你的 这些行业经验 它都是有用的 所以我说一开始 你要精准地踩到你那个未来 就业的点上 有点困难 但是你围绕了 这个所有相关的 你都应该去尝试 尤其在早期的时候 我真的很难 给大一大二的学生 就是完全匹配到 他们就exactly 我就是想尽的这个专业 就是这个行业 这个职位 那个太难了 就一定是从初期呢 我们从广再到窄 是这个逻辑 好 盛老师我们下一页 好的 再说几个 这个求职的必备的 这些东西 就是你的简历 你的cover letter 你的这个作品集 我们先说简历 学文科的学生 还有艺术类的学生的简历 很容易就变成泛泛而谈 很容易假大空 这个雷点 几乎每一个 我们这个方向的学生 都采过 所以你还是要注重 去怎么样展现 自己的这个技术能力 对吧 就是我所谓的这个技术能力 不是说我 会哪一个软件 当然你艺术类的 其实你可以这样去说 比如说你会哪一个软件 对吧 你用哪一个软件 你做出什么样的东西 那其他文科类的 也是一样的 就说 比如说我可能是学marketing的 我的这个技术能力的展现 就是我 我可能在哪一个时期里面 我因为我 我做了这个marketing的inter 我的这个市场的 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增长量 产生产生了多少 就是你这个东西能量化的 这个也算是你的一个技术 技能能力 就是所谓的泛泛而谈 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 帮大家组织了一个会议 我做了一个会议记录 然后我提升了这个公司的形象 我提升了公司的这个效率 这个就是假大空 就是你完全落不了点 我看完这句话 我仿佛跟没有看一样 我也不知道你具体做了什么 这个就是假大空 所以就是我们说 落到这个技能的点上 就是你要不然你就是 有工具 或者是有一个学术名词 能够证明 你是有这个能力 比如说学教育的学生 我们就会说 你把你的这个学术的这个名词 你要写上去 对吧 你是用什么样的 这个方式 你去给学生组织了一个这样的活动 你是基于 你是based on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论 你这个完全可以去写吧 就总比你说 我就是规划了一个活动 要来的好很多 然后再就是你能量化的东西 一定把它量化出来 就这个简历 这个问题非常多 就是文科咱们学生 问题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可能要经过 很多次的简历的修改 和老师的讨论 你才能够把这个简历 落在地上 你的这个内容 才会很扎实 好 然后再就是呢 艺术类的学生 我们都建议你的简历 要去美化 但一定不是那种 花里胡哨的美化 就是所有学艺术的学生 我一定会问你 就是你自己的 这个审美能力怎么样 当然审美没有高低 但是它一定是有能力的 强弱之分的 所以你的审美能力怎么样 真的就是决定了 你能在艺术这个界定里面 能够走多远 所以就是你的这个简历的美化 在别人看到的第一眼 其实就 它会给你的一个艺术审美 会打一个分 所以就是建议去美化一下 还有就是cover letter 这个cover letter 在很多 比如说你学engineer 学工程类的这个学生 你去投递的时候 它没有硬性要求 它绝对不是硬性要求 它基本上要你的简历 就够了 它看完 它就能去 比如说给你安排面试 什么样的 但是在文科这边 有很多的职位 它都是需要cover letter的 学校也要cover letter 很多的这种艺术 也是需要cover letter的 因为它想看到的 就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这种学生 你来投我们公司 你对我们公司 这种文化了解多少 对吧 你对这个学校的文化了解多少 所以就是 还是建议去准备 因为你不准备的话 你其实很多 有硬性要求的这种职位 你是投递不了的 再一个就是艺术生 我刚才看了一个家长 在问 作品级相关的这个东西 就是所有的学生 你在cover letter中 你就是去多表达 你比如说你作品级 里面的这些 概念性的东西 含义性的东西 因为作品级 它其实是一个 也是类似于简历 它是一个概括的 当然我们还是说 作品级得有自己的逻辑 不过你在cover letter里面 确实能够去展开 再去描述一下 你整个的这个心路过程 对吧 这个审美的一个进阶 等等的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去说 最后一个作品级 那当然其他文科类的 可能就没有 但是学艺术类的 一定是早一点 去准备自己的作品级 你大一大二 你就得开始准备了 我们很多双楼选的学生 大一大二的 我们就已经跟他说了 你要去准备作品级了 你一开始 你可能并不知道 怎么去创建 你的这个开始的 这个路径 就可以先去模仿 一些比较前辈 比较成熟的这种 作品一个框架 比如说他们是从 哪一些平台去建立的 对吧 这个当然最好都是电子的 不是电子 线上的 最好都是线上 你有自己的这个网页 这种作品级 那么他们是在哪一个平台 他们利用了 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排版 什么样的逻辑 去创造的这些作品级 先去学 先去看 这些已经成熟的 这些框架 然后再去逐步的 形成自己的风格 我们完全不建议赵潮 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 因为你都已经学艺术了 你还没有自己的风格 这玩意儿没法搞 真的就是你本身 你走了就是创新这条路 对吧 你愿意去表达 就是每一个专业 他其实对学生的这个性格的 一些底层的一些东西 还是有要求的 就比如说咱们已经选了 艺术这个方向 你肯定是有一个 愿意去表达自己的这个心吧 对吧 而且你还也愿意去 利用这些创新的东西 去这个 去创造出来一些东西 所以你肯定是得有 自己的风格的 这个不好去照搬的 赵超肯定是不行 好 再就是逻辑 就是任何 不管你是Carolife也好 简历也好 作品集也好 它都有一个逻辑 线在里面的 它绝对不是 随便我就堆在那 你看你能看上眼是什么吧 肯定不是这样的 就尤其是像个人 这种作品集 它一定是有一个逻辑的 对吧 我一开始 我可能是一个 怎样的一个构想 然后我慢慢的形成了 一个自己的脑袋风格 然后我现在呢 我在这个艺术的范畴之内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很多在这个艺术项的 或者是设计项的 这个求知里面呢 这个就是他有经验的 这些设计师啊 他都非常看重 这个逻辑的这个东西 好 好 这个面试呢 我简单提一下 因为这个很难 很难讲得特别细 但是呢 所有文科类啊 艺术类的这个面试呢 都非常看重 是学生的这个表达能力 还有思辨能力 而且是尤为看重 当然就说你说 学技术这些学生 他要不要在面试中 有一个很好的 种思辨能力 当然也是需要的 不过呢 他已经有技术 在这边去给他打底了 但是咱们文科类的 学生的话呢 你的面试基本上就是 你的作品集吧 就可以这么去说 对吧 你的表达能力 你的这个思辨能力 你的沟通能力 因为你进去呢 大概率干的也是 人跟人之间 去交互这些事情 所以面试呢 这部分会很这个关注 再就是自信 但是不要盲目自信 我也不知道是 是概率问题 是怎么样 就基本上我们学 学艺术 学设计的 就是或者是 其他一些 这个艺术像一点的 这些专业的学生呢 会有一点在初期呢 有一些些盲目自信 就是当然 我觉得这可能 也是基于就说 他们愿意去表达自己 愿意去创作的 这个底子 就是这个性格的底色 但是呢 确实在面试中呢 还是要稍微去 尽量去有一点点的 这个规划的 就是我怎么样 不要让别人觉得 我是盲目自信 当然就是说 你对你自己作品的 这个自信 是一定要有的 我们其实基本上 会困到 艺术项的学生 会有两个极端 就一种是极端自信 盲目自信 一种就是 完全不自信 就感觉自己的作品 拿不出手 自己的这个作品 怎么能够去 为公司挣钱呢 不可能 就会有两个极端 所以就是要中和一下 就是我们一定要 相信自己的作品 因为你在描绘 自己作品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状态 就基本上就是 很大程度上 会决定 他们录不录你 因为如果你对你 自己作品都不自信的话 你对你自己的设计 肯定也不会自信 对吧 你之后日后的工作里面 他们怎么样去依赖 你的创作 你的这些 这个能力 去创作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就这个很难 所以就这几点 我觉得是可能 我们普遍在 辅导文科和艺术项学生的 这个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的 上次可以下一页 好 那个讲求招之前 我补充一下 这个职业规划 这个这里边 这个你要做的事情 这个我昨天呢 咨询了一个学生 找了一个机构 号称那个机构 是什么head hunter 什么乱七八糟的 很多的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呢 这个干的呢 都不是脚踏实际的事情 我们的一直呢 坚持呢 就是你在这个求职的过程 要增加你的内功 要来做你的简历 你的投递 你的申请 你的面试 不停的一轮一轮的做 这个我问很多学生 你有没有简历 有几份简历 你是不是针对这个特别的职位 你要去根据他来改动你的简历 你就要做这些东西 这里边我从来就不会提说 什么去哪去认识个人吧 什么走个后门吧 什么这个内推吧 这些都都是这个都没什么用 对你初期的人 内推也就是把你的简历递上去而已 人家这个招工的经理不傻 绝对不会说是因为你是谁 送的简历就就能够这个招你 不是的 所以你还是要把自己的能力要提高 好吧 然后呢 也增加自信 像这个许老师说的 好 求职准备 这是时间线 我们对大家可以截一下图啊 就这页PPT 这都是干货啊 这个以后都有用啊 我们其实每一次的这种 求招的讲座呢 都会讲这个时间线 那么现在已经是六月了 所以我们就从七月八月开始讲啊 你整个七月八月呢 都是你的准备阶段 像我们刚才提到了简历 cover letter 甚至有些学生要准备他的作品集 然后呢 这个准备投递 到九月十月呢 你就是学校会有校招 你要去参加这个招聘会 你还要去校外进行这种公开的 求职场上面的投递 然后十一月呢 你大概领会知道面试 那么你也会知道有几个面试 会比较的有期望啊 对吧 有几个会挂掉 那么十二月呢 可能会有收到offer 或者是没有的话 那OK 没关系 我们就等待明年春天的这个通招 因为美国这边呢 每年是有两个招聘记的 一个是秋招 一个是春招 现在夏天呢 是非常非常的平静的啊 这个湖面 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呢 我们又可以再走一遍 十二月到一月的时候呢 还是用自己的简历 然后去筛选一次投递 二月三月呢 就去到高中解放 四月的话呢 就会有一些公司 开始去把他的直备撤下来了 因为他基本上已经 他想要这些人 已经进入到面试的流程了 然后五月的话呢 就是你该拿offer 拿offer 该入职入职 六月的话呢 仅仅是有一些少量的岗位 或者是相受这样的岗位 还没有什么季节性 会出现在市面上 很多春招秋招 大家截图 就是这样一个时间线 好的 我补充一句 就是你如果现在今年暑假 现在刚刚开始 你有两个工作 如果你没有实习的 赶紧找实习 找不到实习 赶紧找时讯 找这个后人学术哥 找徐老师 找实讯 然后再有一个 就是准备这个秋招 今年的暑假 一定要用上 不管你现在人在中国 还是人在美国 好 下面 好 这应该是最后一言 我就简单提一句 就是说现在呢 有些职位已经放出来 是明年的 入职的一些职位 就他叫的是 early career 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明年 你冬天毕业 或者是明年 你夏天毕业的时候 现在已经有些职位放出来了 但是是比较少量的 就是你不用慌 你不用太焦虑 不过我们想给大家看的 就是说 你看这 虽然他写的是一个 就等于说是 一个职位 但是呢 他在希望你有的 这个qualifications里面 就是你的这个 要求里面呢 他会写说 你至少要有一年的 这个经验 你的这个 一年的工作经验 比如说是 你是跟这个 这个designer一起工作 researcher一起工作 但是你得有一年 所以你看 你别看他是一个 应届毕业的一个岗位 但是他在这个 希望你有的 这个技能里面呢 还是得有工作经验 还是一年 就还是挺多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们啊 就是整个我们辅导的 这个求职辅导的部门 都会觉得 你如果现在 完全没有简历呢 你找到 完全没有实习 你找到全职工作的概率呢 为零 为零 那我先来念一下 咱们报名期间 就已经有家长 有的问题啊 咱们又先来回答 好 第一位家长说 准备研一 一年的硕士 七月初就开学 七月初就开学 那个专业如何 在美国和香港就业上 按时间线如何规划 约翰霍金斯 国际经济和金融 实习吧 这个你 你现在有点 在美国的实习的经验 这个就业呢 主要要看你实习的经验 不是看你的成绩单 约翰霍金斯的商学院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商学院 这个国际学生比例多一些 但现在这些好的商学院 国际学生比例都很多 你就这个尽快的来 这个这个实习 然后你会面临着 马上这个秋招 待会儿呢 那个徐老师会给时间线 尽快吧 因为九月初就开始秋招了 好吧 徐老师你要补充就补充 好 如果咱们这个问题 因为我看说是美国和香港啊 就说 其实是两个地方都考虑 那我觉得充分的利用这一年吧 应该上岸的问题 不会特别大 不会特别难 当然 就还是按照 程老师刚刚讲的 就是说 就是我们只看哪一个学校 或者是哪一个专业 很难判断的原因 就是你的 基本上你所有找工作的这个 不管是全职 还是实习也好呢 它都是 跟着你之前搭的每一步台阶 去网上继续去搭建的 不是 看成绩 也不是看 看学校也 看 当然他就是说 我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你一个 这个 这个top 30的 一个学生的一个简历 然后上面一段 实习经历都没有 基本上都是课程 还有学校的这些 项目 然后外加一个可能 大概40 50左右的 但是应该有什么 三四段 那种实习的经历 同样如果投递出去的话呢 真的很难说 谁最后能笑到最后 就是这个 所以真的要看 就是说之前咱们 因为现在准备 是研一了嘛 那你本科期间 你给自己铺的这个路 是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OK 好 本科期间应该做哪 应该做哪些就业准备 申请博士和本科就业的 优劣级取舍 布兰迪斯心理学 申请博士和本科就业 这个 这两个完全是两条路 两条路 差点多 当然啊 就是说咱们 如果是去申请博士的话呢 大家还是就是说 理解的层面上 博士它其实是一种工作 因为大部分都是 你是可以拿到钱的嘛 就你等于就是 在学术的这个范畴之内 去给别人去打工的 就还是工作 但是呢 它的这个方向不同的 主要的含义就是 咱们去博士 不管是你什么专业的 基本上去搞研究 就搞更深层次的 理论的这种研究 或者是实验室的研究 或者是这种概念性 层面上的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所谓的 学术这个层面上 但是如果你是 就业的这个层面上呢 也是不管你是什么专业 那你就业这个层面上 你更看的是这个 行业 对吧 更看的是 比如说我这个 学的这个东西 我怎么样在行业中 有个应用 然后能促进整个经济的 这个循环和发展 就我这个东西 能不能挣钱 那如果是心理学的话 那你在就业的这个维度上 你可能要考虑说 就是你心理学呢 你可能是在就业方向 在就业这个层面上 走几个方向 你是要去真的是 一对一 做那种肯包吹的心理 说我学的心理学 出来之后 我也其实可以在 同学中 是理查的部门 或者说可能是 规范的部门 等等也可以去做 它不是需要你去考证 或者说你考了证出来之后 你还要去 这个 他们有 就是基本上所有跟 跟病人之间接触的 这些学课 它都是需要你达到 一定的hours 就是你实习到 或者是你工作到 一定的小时数 你才有这个 最后自己去 比如说就业 或者是开心理诊所 等等的 就是你得看你是 这里面又是哪一个方向 那如果呢 你是想往 临床的这个方向去走 那其实你的难度呢 跟博士这个方向去走的 大体上来说 没有太大差别 就是都很难 都很难 那如果咱们只是说 本科我就是学心理学 因为有很多 本科学心理学 出来的同学 他的研究生的时候 他就跳转了 他是跳转到了 其他的专业上 比如说有心理 跳到法律的 也有心理跳到 什么这个 Engineer方向的 也有 就是这个得看 你这个 你对心理学的 这个喜好 是停留在 一些理论知识呢 还是停留在 这个临床呢 还是停留在 我可能就是 对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比较感兴趣 我想就是用这些概念 还是在这种 大的公司里面 去 去这个找工作 等等的 就是看 你在本科期间 就这几年的学习 能够发展 哪一个向线 那你这个 就是 你看你的这个兴趣 落在哪一个向线 那你之后 你申请博士还是去就业 你就比较清楚了 好 我补充一下 心理学这个专业呢 和刚才徐老师讲的一样 就是 它的这个 就业呢 还是相对 比较难的 可能是这个本科当中 就业最难的专业之一 然后呢 中国学生读心理学呢 他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心理学需要非常多的阅读和理解 就是你的阅读能力要很强 你要读很多的东西 另外一个呢 这个徐老师讲的呢 就是要这个 你如果走临床的话 那走临床又要有很多的这个实践 比如你要做一个心理心理这个临床心理的博士的话呢 大概要这个有实习 就是实践的经验 大概要三千五百个小时 才能拿到这个证书 就拿到执照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 所以为什么呢 是很多心理学的学生呢 后来呢 会转专业 是为了这个就业 你说的这两个方面 这个 我估计你可能是 我不知道你是已经读了布兰蒂斯的心理 还是没开始读呢 可能这两个方面都不容易 本科就业和读博士都不容易 我觉得呢 你要 可能你要做一下一个TOP的一个测评 TOP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 你的才能 叫T 这个P呢 就是这个 你的passion 就是你有多喜爱这个专业 然后呢 O呢 就是这个专业的机会 那么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测评 来具体来看一下 这个 你这个学生在心理专业 或者在哪个专业 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的前景 好吧 那么申请博士和就业 这两个路呢 是不可兼得的 博士呢 绝不是你这个就业的这个备选方案 或者是保底 不是的 你这个 这两个东西呢 大概就业呢 需要大概一年半的时间的准备 博士呢 大概需要两年半的时间准备 所以你都要准备 所以呢 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你可能还需要更了解 美国的实际的情况 你现在并不是优劣和取舍的问题 你现在是这个 这个方向的问题 好的 下面也是心理学的问题啊 我先念一下 就是说心理学的实习和就业 大学四年的规划 迷你苏达心理学 我补充说一下 就是如果现在咱们问的问题的这些 家长和学生都是本科阶段的话 我强烈建议心理学的话呢 至少要读到研究生 你读研之后 你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点 当然就是你要看你读研 就是说咱们是走 偏商科一点的 比如说你是管理心理学这种呢 你到时候你肯定去做的就不是那种临床的那么那么难 比如说你去做一些用户研究啊 当然啊 像这些专业呢 他还是有很很大一部分的这个 engineer就是工程类的学生呢 是你的竞争对手 这个倒是有一点弊端 对 但是确实有比较偏文科一点的这种管理级别 这种心理的啊 就他不是会需要你去考证啊 需要你去实践多少个小时啊等等的 他的门槛相对来说会低一点 啊这个可以去学这些 那当然如果咱们是要走临床的话 那就是另外的啊 另外的方向了 但是这可能也要考虑一下身份的这个问题啊 因为确实你所有啊 跟医学相关的都还是会有一个啊 这个身份的问题卡在这啊 所以这个选的时候可能要注意点 但是如果确实咱们就说 我就纯心理的 我本科出来 我就是想就业 说实话难度非常非常大 OK 这个所以我觉得你要做一下TOP的分析 那么呢这个我有几个学生通过做TOP分析以后呢 其实呢他会学心理呢和心理相关的专业 比如说呢一个专业叫认知科学 这个呢他是一个STEM的专业 而且他是和人工智能啊和这些紧密相关 在很多学校里呢都是开设在心理系 或者心理相关的系 但这个呢我要了解这个学生了解他的具体情况 才能给建议 好吧 这个心理学呢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学出来的一个一个专业 对 就一个叫十年1615说老师好 15岁女孩明年打算 华盛顿社大读书 后面两年后转北科 然后后面问说社大转学是这个这个 有OPT吗 是答案是有的 可以有一年的OPT 而且呢我这次在NASA呢也遇到很多这个以前的这个社区学院的老朋友 没有我们你如果去华盛顿读这个这个他叫高中大学联读项目 那么基本上这些学校都是我们后人的合作学校 我们那个有很多的学生我们支持他们走这条路 那么呢最家长问说还有别的学校有吗 在美国有是个位数的 就是这个很少就是这种能在高中修本科的课程 我刚讲了一个视频讲的是加州的这样的这个情况的加州读高中 然后读社区学院 有两个这个这个情况都是就是这个加州读的社区学院 然后呢这个转到一个是UCLE一个是Berkeley 然后呢就就两年还有一个年半就拿到本科了 这个很好 这个当然呢这个你要有国际学生的请国际学生呢 还有还有几个地方有可以根据孩子情况来 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个规划呢 就是一定要注意呢在这里面呢 每一步呢方向要走对 而且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一个指导和调整 你这个可以呢那个来咨询一下我们后人的这个社区大学的 这个成长支持 我们这个方面做了十几年了 非常非常有经验 李海大学的整体就业水平 还有这个design专业怎么样 李海的那个学设计的呢 这里边我们的数据呢 是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是本科生 是学的是设计 在一家公司叫Hero Digital 这个我看在哪一家公司 在哪 这应该是在加州 然后呢工资呢是十二万四 本科生这个是上岸的 是不错的 好的你接着讲 好这个老师好 每本游戏设计美术好就业吗 哪些综合大学你推荐 推荐学校这个等一下留给程老师 但是就说本身这个好不好就业 这个如果是纯美术项的话呢 比较保守 因为现在就是确实啊 如果咱们要学这种 这个不管是你艺术还好 人文也好呢 我都会建议你得稍微结合一点 这个就是技术向一点的一个东西 除非说你咱就是完全就是一点兴趣都不感冒 就是我就确实我学不了 学不了一点 那咱们再另说 但是如果你只要还是有能力的话呢 都是得去稍微学一点的 因为我说实话 我们现在见过了所有的这些 比如说你是纯高艺术学行业导师 他们在就业的这个范畴之内呢 没有一个不运用到技术的 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行业导师 他们真正在就业 比如说做了好几年之后 他们又去学代码了 这个对 然后就是又去学更新的工具了 等等的 所以这些都是跟技术是脱离不了的 所以如果咱们是纯美术的话呢 我会建议啊 因为你本身是游戏设计的话呢 你这个团队最后是要在 游戏的这个industry里面啊 这个行业里面 是要跟很多的这些搞技术的人 是要去合作的 所以我会建议呢 咱们就是学一点会比较好啊 就是以这个就业的这个角度来说 游戏设计美术项的这个 综合性的大学推荐一下 游戏设计美术项大学 这个这个综合性大学CMU啦 游戏设计 其实这个专业呢 我们以前那个 我和邵老师讲过一个 专门是 讲过游戏设计 当时有推荐了这个 可能五六所大学吧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回放 这个 我现在一时脑子想不出这样的学校 游戏设计呢 这个专业呢 很有意思 他不一定要去上非常排名高的学校 因为他这个领域呢 是有几个很专的这个学校 因为游戏设计其实呢 是一个就业导向非常强的 他只要看你的这个系啊 这个学院 这个学校 他是不是往这方面来走的 比如说有一个学校 奥兰多的一个学校 而且这个学校呢 也很好近 是一个盈利性的学校 他的这个位置 你想比洛杉矶和奥兰多 这都是迪斯尼什么电影产业所在的地儿 所以他就需要这个方面 叫FuSail 这个福塞大学 这大学没什么排名 但是呢 他的游戏设计呢 就很好 所以呢 这要看你的具体的专业 不一定去综合性的排名很高的大学 好吧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回放 大概有一年了吧 看一下那个回放 好吧 好的 对 所有这些就是很专的 就比如说像艺术类的呢 我都建议要去看专科的排名 不要看综合类的 这个排名 当然除非你比如说 咱们要学音乐管理了 你要往管理的这个层面上 要去靠的话 这个再说 但你所有这种专一点的话呢 因为你这个专科排名 比较高的学校 他一般的师资力量都很好 很强 就是有很多 我这边有学艺术的学生呢 他本身那个学校里面的教授 他就是个很厉害的艺术家 他自己就有studio 然后他自己就 这个很有行业的这个人脉啊 等等的 所以就是 当然有很多学生呢 他在这个本科期间啊 他可能上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一个人的课 他都不知道啊 他都不知道说 原来这个教授他在业内啊 比如说在艺术制的行业里面 有多厉害 所以就是说 学校这个资源 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啊 就是为什么你可能要选 这个专排 很好的这些学校 因为他的这个资源呢 确实是不可比拟的 就是学校里面的这些资源 就你别看他只是一个教授 人搞不好就是 艺术界的大拿 就是这个 这个确实是 其他你一些这个 甚至是宗派的学校 你都你都请不来的啊 好 请问艺术类学生的就业前景 特别是纯艺啊 纯艺啊 就是嗯 怎么说呢 多去积累吧 多去积累 就是我觉得 如果说海森他对于 呃 纯艺术这个方向 他已经 呃 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见解的话呢 就是多去往这个领域的 一些前辈的身上去看 啊 看他们怎么样 就是首先他们的作品 他们比如说参展啊 他们有多少的展览啊 他们的展览是怎么办的啊 就这些门道得都了解清楚 因为艺术圈相对来说 还是挺就是挺靠人脉 然后比较封地的 就是比起可能 比如说我就学个市场 我管你什么人脉不人脉的 我所有的公司 我都需要市场的人 对吧 啊 所有的公司都需要 这个呃 做CS的人 所以他相对来说 就就很广泛 但是学艺术的话呢 他还是有这个呃 圈的这个概念的 所以就是得看学生 你是纯艺术 你想在哪一个圈去发展 那纯艺术里面 也有搞很多类别的 对吧 你是搞绘画的 还是搞这种呃 视频的 还是好装置艺术的 都很多很多 就是你得打开这个路子 就你得知道我 因为纯艺术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古的一条路 就是呃 能做出名堂的艺术家 确实比较少啊 你想你要是想 单纯靠这个东西挣钱啊 或者是维持生计的话呢 也有一定的困难 就加上如果说 你是要在国外 有身份上的限制的话 但是不反映那种天分 比较强的学生啊 你确实就是在一方面 是有一定的造诣 和一定自己的想法的 就如果咱孩子 是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是 我觉得好好培养吧 好好培养 嗯 徐老师我能泼点冷水吗 您说您说 那个 我这个周末呢 去了一下一个 匹兹堡的一个 这个华人 文化基金会的一个活动 然后坐在我边上呢 是一个 青年的钢琴艺术家 很优秀 这个非常有名 而且各出获大奖 现在在那个 朱利亚音乐学院当教授 很好 我就跟他 我就说 我想跟你核实一件事 我说呢 我有一个学生说 这个 他当时呢 来面试 匹兹堡 这个 交响乐团的 钢琴的 这个 演奏师的 这个职位 他说呢 有一千个人面试 嗯 这个 他当时呢 是比较幸运的呢 是 他 让他到本地 来进行复试 但是显然很多人都没有到本地 我说这个 这个是不是他跟我吹牛啊 还是真的呀 是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一笑 他说呢 这个数字只可能比一千更多 不会比一千更少 因为在这个 一个 这个 交显乐团里面 因为交显乐团 它是一个 这个 有机构的嘛 有组织的嘛 这样你是有一个 全市的工作 嗯 他需要这个钢琴的这个 这个人呢 可能就是很少 可能就是一个或者两个 这个钢琴 钢琴 演奏 你比如小提琴 可能有二三十个 他钢琴就一个两个 所以呢 这是很有可能的 然后我就问他第二句话 我说呢 这个 在美国 这个 如果学 钢琴 想要这个 这个 有这个 生计 就想要能养活自己 都有几种出路 他说呢 大概三种出路 第一个出路呢 就是你能够开演唱会 但是呢 在美国能开演唱会的人 就是你能够 真开演唱会 卖票 有人买的 是两位数 就是不上一百个 这样子 第二种呢 就是像他这样 他是钢琴的博士 然后呢 后来当教授 那当然他也是 去开演唱会 当教授 就是这是在学校 那你要有这个 博士 或者在这个 艺术领域 可能硕士也够 就是教书 那第三种呢 就是到各处去 跟别人去合作 就是 就是独立音乐家 这样子 所以呢 你如果想学 这个 这种 钢琴当然是演奏艺术 学艺术 有比如平面艺术 行题艺术 乐器 对吧 钢琴是属于 乐器 演奏艺术 那么这里边呢 除了刚才这个 徐老师讲的 很苦 对吧 你要 你要谈 每天要谈 很多的小时 对吧 很苦 再有一个呢 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TOP里面的 这个欧 是非常小的 所以呢 你如果要是 想要 在美国 从事艺术 而且立足呢 我强烈建议呢 你来做一下 这个TOP的 这个分析 就你到底看一下 美国未来十年 到底有多少 钢琴演奏家的机会 或者小提琴演奏家的机会 因为这都是劳工局的这个数据 这个会会 你会对自己的前景呢 有一个预估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往前来走 好不好 这个 我不是说呢 不鼓励你学钢琴 学这个舞蹈 但是我想告诉你呢 你一定要 知道你的 天赋 天赋 你呢 要知道你的 热情 我就喜欢谈 对吧 我就自己就想谈 还有呢 更重要要知道 这个领域的就业的机会 好吧 你找学术歌 我们有这个叫TOP 这个测评 这是 这是很有效的 好吧 我就补充这么多 对的 就是 确实是咱们 人文收割 还有学艺术类 这些专业的学生呢 是要对自己 有一个更深层次的 理解 了解 要深挖自己 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那当然随大六 有随大六的好处 对吧 我就是CS 我好就业 我就去学 那确实可能 他对于自己 是不是真的喜欢 是不是真的做 这个已经成为 他的第二需求了 他不需要 手机去考虑 但是对于 咱们可能本身找工作 是有一定瓶颈的 这些专业的学生 来说的话呢 你就是得了解自己 我到底愿不愿意 吃这个苦 这条路 能不能走下去 我有多大的愿景 这个都很重要 要不然之后 你学起来 也会很痛苦 请问CMU的英语专业 和波士顿大学的 新闻传媒 哪一个好就业一点 好求职一些 我正好 去年的11月 去了波士顿大学的 传媒学院 去给他们做了 一个求职的讲座 波士顿大学的传媒 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 他们的这个 因为他们 波士顿大学的传媒呢 是有排名排过第一的 就是这个 在这个领域 而且它是我们的这个 F1Hire的最早期的 这个使用的学校 说明人家关注就业嘛 所以呢 你要是想学传媒呢 其实呢 这个 这个是很好的选择 那么CMU呢 是中国学生 上岸的人数 最多的学校 第一 最多学校不是 哈佛 不是宾大 是CMU 这个 但是呢 你要去CMU 学英语的专业呢 英语专业 在文科专业里 算是比较好就业的 这个 你可以 你可以教书啊 你可以这样的 这个 这两个方向 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申请到这两个 如果这两个 让我选的话 因为我没有 不了解你的情况 可能呢 这个 波人大学的这个 传媒呢 可能会相对比较好一些 嗯嗯 但是我得 我得还是要了解 学生的情况 对吧 你传媒呢 那也看你的 就传媒呢 在一定程度上 它就是 就它很需要 艺术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idea 这个创造 英语呢 反正就是 我比如教英语也好啊 我怎么样也好呢 那你就是 你就是 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做 那也看你的 这个才能 所以我就说呢 这个叫TOP 这个测评是很重要的 看你的才能 看你的热爱 和看你的这个 这个领域的机会 这两个 这两个领域 机会都是蛮多的 而且这两个学校都很好 好吧 我觉得确实也 也太天差地别了 那是怎么 怎么同一年 而且如果你当老师的话 是要咱们要稍考证的 就这点要注意一下 对 是的 然后南加大的电影专业 暑期升到了校内时期 9月份上大二 准备多修一个专业 请问选择什么专业 更利于入货就业 电影 得了解学生 我才能给你建议专业 我得知道 你的情况 能给你建议专业 这不能随便给你 这么建议专业的 好吧 看一下 对看一下它是在电影 因为电影这个太大了 对吧 它在电影里面 这个行业里面 它比较感兴趣的是哪一个分支 对吧 那有对后端 我就是搞技术 这些感兴趣的 我就是想去看一看 它那个特效 怎么弄出来的 对吧 那这也好建议了 如果说我就是对 纯艺术 纯艺术感兴趣的 就是纯这个 电影艺术感兴趣的 那我就可能去修一些 艺术相关的一些 设计相关项的一些 一些课程 这个也OK啊 就是怎么样 都是锦上添花嘛 对还是得看一下具体 它喜欢什么 美国硕士研究生好申请吗 这问题 AI转业 sorry AI转业 这样啊 我跟大家说过 这个CMU 它在去年呢 那这说是前年了 毕业了这个 1700个本科生 4300个硕士生 和300多个博士生 所以硕士申请呢 它就是本科申请难度的三分之一 博士就是本科申请难度的 这个这个三倍 就是大概是这样 这个你要是就想读一个硕士的话呢 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申请的 早点规划好吧 早点规划 然后你要是想读AI的话呢 那可能呢 需要你的一些这个先修课程啊 一些实习啊 一些背景 好吧 程老师您好 这个孩子在哥大 读大三 读计算机专业啊 未来想在美国就业 申请量化金融好的院校 好申请吗 你都读了计算机了 你怎么还要申请量化金融呢 人家都是从别的往计算机转 你去看一下我一个视频 就是讲这个金融领域的就业 好吧 这个 我觉得 我觉得你就 你就接着搞计算机 可能对就业是最好的 好吧 赶紧去实习 我不知道你今年的暑假是 是有没有实习 还是在家待着呢 这个赶紧赶紧去实习 好吧 这个慎重 从计算机转金融 即使是哥大的 也要慎重 好吧 你真的 你要做一下这个TOP的这个分析 因为你知道TOP的话 因为这个 这里面很重要 就是这个O O就是就业的机会 就是在美国 劳工局的眼里 你这个领域 到底有多少就业机会 这个是很准的 它有是当年的 还有这个10年的预测的 所以呢 你要知道 我要去搞金融 对吧 我去当量化分析师 那量化分析师 到底未来10年 有多少个就业机会 对吧 那我就知道 我大概的一个程度 他挣多少钱 怎么样 或者我在计算机 我搞软件工程师 我大概有多少个就业机会 我觉得你要 你要有这个数据来支持 好吧 985学校 产品设计专业 研究生 计划转交互设计专业 学校怎么选 交互设计专业 是有很明确的排名的 这个 我以前应该讲过一个视频 这个 就是CMU 华大西雅图 这个乔治亚理工 伯克利 就这几个学校是最好的 从上往下选就好了 还有一些艺术的一些学校 交互设计也很不错 对 就反正现在很多艺术学校呢 也确实是在往更综合性的这种专业上面去转啊 所以肯定这个方面也可以参考一下的 就是对我说跟技术结合的啊 请问老师OPT用完后用CPT有什么弊端 这是问这个Day1CPT的 OK 这样 这个 在一些情况下呢 这个 我来 这个 求职 因为求职的话呢 你这个读完了硕士以后呢 你有一年的实习期 文科一年实习期 理工科可以三年实习期 但是我实习期完了以后 我还没有抽到签 或者还想在美国呢 这个继续的就业 那么你是可以再去读一个硕士 而且这样的硕士呢 有一些学校的这样的硕士的开设呢 它可以从你的硕士的这个一开始 就第一天 你就可以呢 用你的OPT 它最适合是什么呢 就是已经有了工作 没有抽到签 我又不想丢这个工作 所以呢 你就去一边读书 一边来用 这个领域呢 以前呢 这个移民局呢 是非常的不高兴 有这样的领域 所以呢 去这样的学校呢 很多的学生在签证啊 在后来办工作签证的时候 都受到一些的刁难 但是呢 你只要好好准备呢 是可以过的 这个我们后人呢 以前呢 是不做这种day one CPT的 但是呢 最后 最近这两年呢 这个观念呢 有所变化 比如呢 我这个上周 去参加这个NASA 这个国际教育交流的这个年会 就有一个session 专门讲day one CPT 就这个东西 现在拿到台面上来讲了 而且呢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 相对主流的大学 开设这样day one CPT 以前day one CPT都是一个 完全没有 就是都没听说过大学 甚至有的是盈利性大学 就是他就只干这样的项目 所以呢 他受到移民局的这个质疑 那么现在呢 有美国很主流的学校 就是百年以上的这样的学校 开设这样的这种day one CPT的 这样的项目 所以呢 这个简单的回答呢 你说的 我的硕士的OPT用完了 再去读一个硕士 用他的CPT去工作 这样可行不可行是 简单的回答是可行的 而且现在这个方面呢 越来越从 大家以为呢 以前认为它是不合规的 现在慢慢呢 它多了嘛 就慢慢的变成这个扶到台面了 慢慢变得合规了 被大家接受 但是第二点 我想告诉你呢 你如果是想要走这条路的话 你一定 这个路 哪步都不要走错 就是你一定 你一定要有这个好的这个专家也好 顾问也好 你说师哥师姐也好 什么要给你来做这个这样的一个一个 你叫规划呀建议呀 这条这个不要不要走错 OK 这个就是有一个留学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博主 一个女生 她自己就是做过这个这个day one CPT的当时 就她自己就是自己就是就是去过这样的学校读过的 所以呢这个 这是这是有可能的 好吧 这个选择呢 还是注意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 规划一些 也有呢 个别机构专门做这个day one CPT的 现在我们后人呢 也开始呢 有选择的来支持学生这个路 因为我们后人呢 有一个组呢 是专门做二所的 这也属于二所的范围当中 好吧 我不知道我回答清楚没有 但是呢 你的问题呢 是day one CPT 这一类的项目的问题 好吧 这也是一个模式 啊 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交互设计这种情况怎么样 很好 很好 我那个我春节的期间在那个帕森斯门口有拍过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可以看一下 这个学校非常好 而且 嗯 它是美国最好的这个艺术院校之一 而且呢 它在纽约的那个 那个地区叫什么叫 Charlesa吧 那个地区 非常不错 嗯 而且呢 这个这个专业也是很好的 那这个学校的特点就是贵啊 它学费超贵啊 这个 你得准备好你的银子 好吧 然后呢 多多多实习吧 好吧 嗯 这个学校多关注一下啊 学校内部的资源啊 还有教授资源都很不错 对 哦 如读研上岸有什么专业推荐 什么 什么上岸 读研 研究生 读研上岸有什么 有什么 专业推荐 嗯 什么专业点 那个那个 识讯快车道 就是就是不停的实习 不管你什么专业 不停的实习 上岸 上岸最重要的不是你去哪个学校排名 我说两句吧 这个我今天准备录个视频来来来来这个这个骂一下这个QS啊就是这个排名 我呢这个这个星期一星期三到星期三去这个呃叫内斯一个一个国际会议这个会议呢是主要是美国的招人的经理和这个学校的这个就业呃就业办公室的这个这样的两个群体开这个会所以呢这个那这个就是就是HR吧招人的 我问了大概十个人 第一你知道不知道QS排名 不知道 第二是你在招人的时候 你是首先要看这个学校的排名吗 还是怎么样 也是不是的 他会选择 比如有一个人他说呢 我现在呢 他们是很大的一个公司 他说呢 我现在要从100个大学里我今年呢只能去拜访10个大学他到去开那个招生会这10个大学的选择呢我说那你是选民就选择就就前十指去前十他说不是这里面排名呢是一个因素但是呢他要看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如何这个学校以前效果的他的这个表现如何呃这个学校他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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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办公室的关系如何 还有这个地区性如何 他要看这些 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呢这个有哪个排名有哪个什么就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好吧 再下一个问题呃本科是动画研究生可以往商科上画专业申请吗 就可能想生商业分析吧呃 Again呢就是你还是要做TOP的分析就是你要看你的才能你的passion就是你的passion就是说你是不是很热爱这个行当这里边好多的行当其实他的就业机会很少比如钢琴 但是我就是热爱钢琴你要看这个那么我跟学生说你如果对一个东西特别热爱这个路都是走得通的只不过呢你就要有计划要有一个长时间来走呃而且要早开始呃你说呢这个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下我就说呢你往商科来转我没法跟你建议因为商科比如说商业分析也是很好专业MBA商业管理也是很好工商管理也是很好的专业但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我怎么给你建议呢对吧 所以呢你这个有家长说哎呀程老师你老说这个这个单独咨询一下那确实我要单独咨询我才能给你具体的建议要不然我给你的东西都没用这个就不是噪音吗对不对对你跟你无关你说你听他干什么呢对不对 国内求职看QS被逼无奈offer要看QS排名错 国内的这个HR这次这次开会有国内的HR来的 他看QS是因为为了有关系户的孩子 是去的QS学校要进去所以他说看QS 所以你如果是专专业关系户你有没有QS排名都无所谓 你如果不是专业关系户的话你有QS排名也没用 好吧国内的HR根本就不傻不比美国的HR傻 OK你别以为他们会明明知道这个是个multi block 这个是一个破比对吧 他他就他就这个专门去选择这个破比不是的他有他的理由好吧 如果你认为国内的HR都吸引QS 那可能你是有问题的好吗 建筑设计专业的学校排名重要还是专业排名更重要 怎么规划能更好的就业建筑设计 看具体情况吧 对这个我觉得不知道咱们是现在是什么阶段 是已经选好学校了还是正在本科选学校 还是研究生选学校 怎么规划能更好的就业还是得早实习的 这个所有规划就业 其实如果我们只是知道一些简单的信息的话 我们能给出的最好的建议就是早点去实习 当然如果具体要看是你 比如说你目前是处在哪一个这个学习阶段啊 你可能年纪低一点的话呢 确实比较难一开始就找到特别对口的啊 建筑设计的专业的这些工作 那你可能从简单一点的一些一些这个实习开始去做 慢慢去积累啊这个如果说咱们不是说那种 排名特别靠后的学校 其实都还差不多 当然你可能也得考虑一下 比如说地理位置啊 这方面的一些啊一些因素啊 或者是咱们在考虑啊 这个学校的时候呢 也可以多看一下学校自己发布的这个就业数据啊 这个今天我还跟另外一位家长也找了 因为有些学校呢他做的就很好 我经常拿CN6只学校举例子啊 他的就业数据呢做的非常非常好啊 就是虽然疫情中间那几年啊 这个很多学校都断了 但是他呢就是还是一直持续更新到2023年这样子啊 然后像有很多学校他就他就只更新在20年啊 19到20是最后一期 然后后面就没有再更新了 因为可能数据确实不好看啊 但是CMU这边确实更新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在选学校的时候呢 也可以看一看学校他对于 就他是不是很自信啊 他是不是愿意把这个数据公开出来给你看啊 这个对然后这个至于排名的话呢 确实我觉得理性的看待吧 因为排名有很多的看法啊 有很多的排法 对这个啊 咱们理性的去看待他 比如说这个学校他本身的一些资源 他的一些实资的力量 他的一些啊 这个专业的一些强度啊 还有他的这个就业的这些数据啊 这个怎么样啊 去去这样去看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 然后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就如果这个所有跟艺术类研究生申请相关的话呢 我们之前4月12号有过一期 这个艺术类申请解析的讲座 专门就是讲的所有艺术类呢 对于研究生的这个申请 这方面很多些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 这一期的一个讲座啊 有一个就是家长问 Janet H问 说各大心理咨询硕士 含300小时的实习 OPT有三年 毕业好不好找到实习 完成3000小时 那个 这个这个 我们这个后人求职 这个徐老师 这个团队 就确确实实的帮过这个专业的学生 去找他的项目之内的这个实习 这个实习呢 不是说这个你去读这个项目 然后这个系主任就说啊 这家公司你就去吧 他肯定会接受 你不是 他给你个单子 这单子里大概徐老师有多少 可能有十几家 对啊 你也要去打电话 你也要去跟约 你要去面试 人家要你是要你 不要你不要你 就一个孩子 打了一圈电话以后 没一个要的 那着急了 这个这个最后这个这个 因为他要完成不了这个 他可能闭不了业 所以这个也是有挑战的 不是说保你实习啊 我跟你说 这个不是说函 是给你推荐 OK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OPT三年 毕业好不好找到实习 完成3000小时 OK 3000小时什么概念呢 每年的全时工作是2000个小时 所以3000小时的概念就是全时工作的一年半 所以呢 你的这个三年当中 你要有一年半 要在有证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的下面工作 全时 你要做到这个 不是说随随便便到一个地方全时 所以这里边呢 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好吧 心理咨询专业呢 这个临床这个路是非常非常非常难走的 你要克服这种 他的这个临床的实习的要求 小时数要错够 你还要有很多的这个阅读 而且呢 你还要有非常多的非常好的个人交流的能力 对吧 你是一个亚洲人 你去心理咨询 那我如果是 比如说我是其他族裔的人 我为什么要找你来咨询 你能理解我的 我的这个潜台词吗 你有这样的能力吗 对吧 你说呢 我亚洲人 我就给中国人来咨询 中国人有多少人在美国找这个这个心理咨询师 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对吧 我是找心理咨询师 我的孩子找心理咨询师 但是不一定不一定这个这个所有人都找心理咨询师 对吧 这个所以呢 你要知道你的就业的这个机会在哪里 这还是很难的 你不要就看着是疙瘩 你去各大菲律班进学了这么一个专业 不一定去别的学校学一个这个比如说传媒啊 教育啊 这样专业好就业 好吧 看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是 所以我就说TOPTOP非常重要 就是你的才能和你的你的这个热情到底是在哪里 你说我很多中国孩子都是 我没有特别的热情 我才能的也都都这样 我各个都都挺好 说这样的话 你就去找一个好就业的 尤其找这个机会大的 你不要说呢 我去专门折腾机会小的 行吧 对那个对不起啊 徐老师我又给泼冷水了 但是确实 没什么 对我这个这个建议一下 大家这个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去研究一下 这个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啊 就是这条路径给大家这个也不说走捷径吧 但是至少啊我是有很多学这个专业出来 这个最后就成功当上咨询师的啊 那当然就说那确实啊 人家找咱们另外一个族裔的人啊 这个中间肯定是对他不是那么的顺畅 但是啊我确实是有这个同学啊 包括我很多这个这个学姐啊 他们最后就去学校里面做咨询 为啥呢 尤其上大学 因为他是接收是天南海北的留学生 然后这些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 这些这个问题啊 就是所以他们也会招很多这个 比如说是像有这些海外背景的啊 这些人去做这个咨询师 所以也是有也是有路子的 当然就说确实呢 我们反复强调是你的这个commitment啊 就是你对于这个行业 你的热情得达到一定的程度 你才能够在日后你找工作 比如说遇到平静或者很困难 或者这个这个世界啊 不对不对你那么那么那么这个怀博 就是给你一个大拥抱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场景之下 你才能够去度过这个难关啊 所以就是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个passion在哪里 我美国社会学博士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就业吗 还是什么怎么样 可能就还是留在高校了吧 我猜啊 如果咱们这个这个博士毕业的话 而且还是社会学的话 不清楚你能进到行业内的概率有多大 因为这个比较看 你之前有没有经验 但如果你本身是学社会学博士 你应该有很多论文 或者说不知道引用怎么样 刚才有一个家长问说 孩子文理学学计算机 想要去读社会学博士学做过科研 如果你有这样的热爱 有这样才能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结合 以前呢 这个学社会学的人只能去教书 但是呢现在自从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 其实现在我知道呢 非常多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公司呢 他招收社会学的这个高高级的人才博士啊什么 因为他对对对 他要理解这个社会 对他要他现在要跟人来打交道 所以这样呢是可以的 这个这个 但是呢你就是 就是所谓TOP嘛 就是说他这个 以前他这个O 这个机会以前是不多 现在的机会是增多 一下增多好几倍 那这样是很好的 但是呢你还得要看你的才能和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热情 好吧 好 跨专业深沿的话 比如想转商科 本科阶段必须修一些商科专业的课程吗 很多的商学院 比如说斯坦福商学院啊 像这个沃顿商学院啊 宾大的 最一流的商学院是没有本科的 只有这个硕士 所以本科的学生他都收 这个 基本上不太需要很多的先修课程 就首先你的各个专业都是 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当然你有些 这个这个 像宏观经济啊 维观经济啊 什么这些是可以的 好 有家长问这个 美国作品级培训机构多吗 肯定也是有 咱们要长话肯定也是有 但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作品级的培训呢 只能够基于比如说一些技能的培训 或者是一些概念性东西的培训 但一定不要 一定不要出现就是 对就是 不要作假 不要作假 因为这个作品级作假的非常多啊 但这个一定 而且就是你整个学艺术向的 你的基础就是你要有创新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这个copy是没有用的 你到了你就业的时候 你还是会对就是被打掉啊 所以就是辅导一些基础的时候可以的啊 好 然后啊 最后一个问题吧 好吧 纽大游戏硕士就业比较困难 有无建议应该怎样投递简历 投递简历怎样投递简历呢 这里其实有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搜索 我我问很多学生你搜索你有工具吗 没有工具我就自己自己搜 那别人有工具 别人有个字典 你没字典 你觉得你英文能学好吗 对吧 我们这个iPhonehire 这儿就是就是这个这个现在最主流的最必须的工具 第二点就是你要研究这个公司 你要知道这个公司是是他支持过身份没有啊 他都没支持过身份 或者人家这职位就说不支持身份 那就别投了 对吧 要支持身份你赶紧去投 第三点呢 就是你如果看到好的职位你要根据这个好的职位来去改善你的简历 对吧 所以你这这都是有学问的 你不有人说啊 我投了500个都没有没有回复 那我说可能你你投的公司有问题 或者你的简历有问题 所以快车道就是来一步就是这这几步 这个搜索对吧 研究改简历投递 这个这个面试 就这一步一步论这里没有什么捷径好吧 不管你是游戏专业还是什么设计专业还是什么专业都一样 请问老师本科录取UWM的工程和UW的工程哪个好一些 都很好 你以后最好以后用全程啊 这个UWM呢是这个维斯康辛麦德逊 UW是华大西雅图都很好 但是呢这两个这两个学校呢你如果去这个西雅图呢 这个如果想转计算机会很难 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工程 这个都很好 好吧 好那这样那希望大家呢在求职上面能够更加的这个顺利 这个我总结一下这个TOP非常重要 就是你这里边关键的你要知道你的才能是什么 你的热情是什么 还有呢就是在美国这个领域到底有多少就业机会 对吧 你可以来我们有这个这个服务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求职过程中的这一遍一遍的论 这就是我们快车道就是来就跟网球教练似的你说网球你没有教练你自己轮拍子也能打着球 但是呢你是不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能提高那就很难 对吧那你那你有教练来指导确实教练要花钱 但是呢能够帮助你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效的 不要信什么那些七七八八的那些这个什么卖你的内推吧 卖你的保证吧 收很多钱然后再给你退吧 这个不要折腾这些东西好吧就是实在在的来做好自己的这个求职 这个坚定你的信心 这个学业的终点就是就业 没有人是一辈子失业的好吧 关键你看什么时候能上岸 好吧不要太着急 好那这样咱们今天聊到这 嗯好谢谢大家 然后对说一下我那个我确定会回国 呃会跟大家见面和讲座 这次呢会去八个城市 比较多 呃北京 西安 成都 呃这个深圳 广州 武汉 南京 上海 然后从北京走 呃 然后呢希望呢能够见面 大家呢可以这个报名 我以前呢这个 可能因为这次时间比较紧 可能每个城市呢可能只有长只能讲异常 因为还要见一些家长 呃以前呢都是这个都是坐满的 所以大家还是早报名比较好 好吧那这样 好 好谢谢大家 好拜拜 谢谢大家 好好拜拜 咱们